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 10月6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餐饮处所由每台8人放宽至12人 表列处所每组活动人数放宽至12人 酒吧酒馆每台人数由4人增至6人 宴会人数由120人放宽至240人 10月6日记者在作坊一间 位于香港尖杀绝的餐厅时看到 餐厅包间中坐满前来就餐的时刻 时刻在进入餐厅前虚先扫描 安心出行二维码 出示疫苗通行证方可进入 餐厅老板李国昌告诉记者 随着防疫措施的逐步放宽 来访时刻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我们对于这个防疫开始放宽 当然是欢迎 因为对于我们食肆来说 12个人一台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估计未来放宽了12人之后 生意都会有上升的 因为客人来消费的意欲都可能会比较高了 一家大小可以聚在一起吃餐饭 所以要再分两台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餐饮行业都是有帮助的 有时刻对记者表示 防疫措施的进一步放宽 让他们能更便利的与亲友相聚用餐 也希望能对提振社会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当然是好 我们觉得我们都要做生意 经济好些当然会好些 其实都想说热闹些 可以吃饭不需要太多顾忌 特别限制人方面 早前都是8个 现在放宽有12个 特别我们一些生意人 经常我们可能坐下都有10个 或者是再多些的 因为聊天的话 如果你聚不到一起聊的话 反而要分两台 那就很难去聊天 现在放宽是绝对好事的 叫送方面好些 又意料些 香港市民张先生在香港大部精益兼酒吧 他坦言持续两年多的疫情 对酒吧生意冲击较大 他乐见防疫措施的逐步放宽 也希望香港的疫情能尽快好转 本身其实我中间都有一间酒吧 在大部那边是开的 当然了 疫情之后 生意整体跌了 一半有多 是好消息 所以我们市民来说 希望政府早一点放宽